中文字幕——YK 这一方面,来自于其他通讯公司的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中国移动本身的改革,就好比是想让用户进行见证,其实移动公司的手臂是非常长,它几乎是垄断了通信行业,三驾马车连同移动电信其实也就是移动作为主导,其他的两家公司仅仅是作为辅助,与此同时,这个新业务新老用户都可以办理。 这也说明了,终于都下了,老用户认错态度也是十分,诚恳,同时最新的伍克网络已经建成很多高新技术公司,分为寻求与通讯公司的合作,伍克网络离不开心用户的支持,与此同时作为同讯业方面的,而中国移动公司也是开发优惠活动, 并且用户收到一些高档的视频礼包,而且还有一些按时刻的流量并且让你尽快用完,等一系列优惠活动。 如果从深层次认识这些活动的话,一方面,它可以让移动公司与其合作的流量平台两家都获得一定的利润与此同时,它会给移动隐形地打出一些推销的广告来吸引人们,移动公司会给出如此大方的流量礼包。 这也是人们的喜好,很多人都会为流量不足而发愁,而移动的这一举措无疑是正中,他们的下怀并且确实地抓住了大众在心的志,能主进时代的新型需求。 现在人们使用手机不简简单单是,满足通话方面的要求更多的也要适应用智能手机的发展,对于流量的需求也是非常极可。 总体来说,中国移动公司向广大新老用户推出的这项八元套餐可以说得上,重处江湖后又获得了重生,并且新老用户皆可办理。 这样的活动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在流量方面电信方面也是给出了强势的回击,无限量已经成为了电信方面的一个重要标签。 很多电信公司都会推出多少元,不限量,并且通话几千分钟的优惠活动,所以说一定要在各个方面上都要抓住时代的机会,向电信再看齐一点。 把流量产业搞上去最终,会真正的收获更多的机会去引力,只有流量上去了也才能适应这个五颗时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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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